香港一天新增140例的确诊病例 创下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而遭封控五天的社区 不仅有住户大骂表达不满 就连亲友攜带物资都不准放心 对此港府呼吁市民多体谅 并表示疫情严重 强制居家隔离有其必要 只是香港疫情这么严重了 林郑召开记者会却没有戴口罩 遭到了专家批评 同时还有人建议是否应该全港核酸 香港宠物店的仓鼠 日前被验到带有新冠病毒 呼吁民众自动上缴家中的仓鼠 没想到上缴当中又发现了确诊仓鼠 因此港府再次呼吁民众 尽数将他们送去人道毁灭 避免传染到人类身上 TVBS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